今天国际排联特地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感谢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上做出的努力 原文是 你们在2024巴黎奥运会的出色表现 展现了非凡的天赋和奉献精神 虽然未能进入半决赛 可能会让你们感到失落 但你们的努力和韧性确实值得称赞 请继续开拓新局面 并努力实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梦想 最后国际排联写道 非常感谢朱婷 张长宁和丁霞所做的一切 祝你们一切顺利 这段文字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难道朱婷 张长宁 丁霞要退役了 至少也是退出国家队 所以国际排联才那么写 其实本次奥运会后 很多世界名将比如古赫沙里纳 沃罗兹 卡里尼等 都官宣要退出国家队 甚至退役 而中国女排虽然没有官宣 但是李约一代的名将朱婷 张长宁 丁霞 也因为伤病 年龄等原因要退了 比如朱婷就在奥运后的采访中表示 这次巴黎奥运就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奥运了 说明肯定不会参加洛杉矶奥运了 而且朱婷手腕有伤 在奥运上又受伤了 虽然她本人也拼尽全力帮助中国女排 但是毕竟年纪也大了 还是让她多打打俱乐部比赛吧 她本来就在职业生涯晚期 朱婷的比赛看一场上一场 让我们好好珍惜有她在赛场上的日子吧 张长宁本次回归 也是为了中国女排在奥运上取得好成绩 奥运会后她肯定要回归家庭了 丁霞更是34岁的老将了 虽然她这次入选有点争议 但是她为国报效的心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这次奥运后她肯定要退役了 也祝福两人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利 下个周期朱婷 张长宁铁定退出国家队 龚翔宇 凋零宇 王梦杰即使雄心在 奈何年岁不饶人 志望不上了 而年轻队员接不上班 实力断层是下滑 如果主教练还是蔡斌 那么新的七仙女仍然累死累活 赢求了主教练来接受采访 输球了就是李盈盈去背锅 还有李盈盈能去去国外俱乐部打球吗 想的美 你走了 中国女排世界倒数最后一名 所以谁敢放 至此 李渔奥运的大多数球员 都已经退出了国家队 洛杉矶奥运周期 中国女排肯定要重组了 也感谢朱婷等人为国家队做出的贡献 都已经没想到